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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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看598頁 那麼這個第七句 說能離間與 這個呢 上一節課講到這個解釋的部分 這個說能離間與 就是宣說出能離間彼此的語言 那麼包括什麼呢 有這樣的話能夠使令彼此乖離 就叫做能離間與 其次呢 聽聞了這樣的話之後 去向對方宣說 那麼這樣的宣說呢 也叫做能離間與 這樣的話可以破壞別人的感情 然後呢 去向對方說 這個叫做能離間與 這個就如同前面所說的 那麼現在呢 他說呢 更顯由他方便 為乖離彼而有所說 這個呢 也叫做離間與 那麼這個由他方便呢 就是由第三者 由第三者 這個叫由他方便 那麼這個韓千進這邊的解釋呢 跟剛剛上一節課說的 那樣的解釋呢 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是根據 在這個頓倫記 唐朝呢 這個頓倫法師 他對於這個余且思地論的解釋呢 他說呢 為或不聞 就是說 當我們宣說離間與的時候 縱使別人沒有聽聞到 那麼離間與的話 離間與的罪也成立 那麼這個或他方便呢 就是當我們宣說出離間與的時候 可是呢 別人有智慧來判斷這件事 而不受影響 這個就是或他方便 方便就是智慧 用智慧呢 將聽聞到的話 把它抵消掉 那麼這個就是他方便 縱使是這樣子 能說離間與的人 也把這樣的罪業成立了 那麼這個是這個頓倫法師 他的註解是這樣子解釋 那麼現在韓清靜呢 他說呢 這個由他方便 經過第三者轉過來的話 然後呢 為了使令對方有所乖離 就是我們聽到了 聽到了這樣的話 可是呢 不是親自由彼此這個地方聽聞的 是經過別人輾轉聽聞過來的 可是呢 我們有這樣的心 想要破壞別人的感情 然後呢 有所宣說 這個也叫做能離間與 那麼其次呢 他又解釋了 如聞彼此順何何語 則向此彼未為不聞 這個原文的地方呢 未或不聞 那麼韓清靜他怎麼解釋呢 他說呢 如同說 假如我們聽聞到彼此之間順何何的話 前面是說呢 順乖禮的話嘛 那麼現在呢 是順何何的話 比如說呢 假他在讚嘆儀 或者儀他在讚嘆假 那這樣的話呢 或者說假在說儀的好話 儀在說假的好話 這樣的好話呢 或者讚嘆的語言呢 就是順何何語 那麼我們聽聞到的話 假如呢 去跟他們對方宣說 那麼他們心高興 彼此之間呢 就會更更親近 因為呢 假他既然聽到儀在說我的好話 那麼他對儀呢 就會有好感嘛 所以呢 這個感情上呢 就會更增進 可是呢 當我們聽聞到的時候呢 就是像彼此呢 說沒有 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比如說呢 假在讚嘆儀 那麼呢 你跟儀說的話呢 說並沒有 假並沒有讚嘆儀 我並沒有聽到這樣的話 那麼他這個呢 就是未或不聞 這個是韓清淨 他對於未或不聞的解釋 是這樣子 就是我沒有聽到 就是我沒有聽到 你們彼此之間的好話 這個是未或不聞 還有呢 或負依子清淨思雨 知有幾事 以為方便而有成說 皆明能離間雨 這個或他方便呢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依子在清淨的人 比如說呢 你自己並沒有講 你自己呢 並沒有像這個假跟儀宣說 你從假這個地方 聽到儀的壞話 或者說從某個地方呢 聽到儀的壞話 聽到這個假在說儀的壞話 但是呢 你沒有親自跑去跟儀說 你沒有跑去跟儀說 說磨甲在說你的壞話 但是呢 怎麼樣呢 你是依子在親淨 親淨的這樣的人 來誠說這件事 這個誠呢 就是表白的意思嘛 那麼什麼是親淨呢 比如說這個人和儀比較親淨 那麼你說給他聽 然後讓他去說給儀 就是你又經過別人來挑撥他們 那麼這個就是親淨 或者施語 就是呢 比如說這個人 他對於假以這兩者呢 有不施這樣子 對於他們有這個不施 就是給予這個物品的這樣的恩惠 那麼你經由他的嘴巴去跟他們講 這個是施語 或者知有 知有呢 就是彼此相知的這個好朋友 比如說呢 你知道這個人跟儀是很好的朋友 那麼你說給這個人聽 然後呢 再讓他去說給儀聽 就聽到我原來假在說我的壞話 這個是知有 或者己誓 這個己誓呢 就是在侍奉這個儀這個人 就是他身邊 他的身邊在為他做事情 在侍奉他的這個人 那麼呢 你說給他聽 讓他有機會呢 就說給這個儀聽 就是你經由第三者 那麼這個第三者的範圍很廣 包括和他親近的人 對於他有恩惠的人 私語 或者呢 知有他的好朋友 或者呢 他的己誓 他的身邊的這個奴仆啊 那麼你故意把這個順乖禮語 你自己呢 本身沒有向他們彼此宣說 就是透過這些人呢 去向他們宣說 就是以為方便而有成說 這個呢 也叫做能離間語 雖然你要破壞假以的感情 但是呢 你自己沒有開口向假以說 是經過第三者向他們說 可是呢 因為動機是不純正的 然後這樣的話 又是隨順他們感情破裂的 這樣來講呢 都叫做能離間語 那麼儒下抉擇分說 這一段呢 他是隱抉擇分 畏或不穩 或他方便 這個或他方便 因為在這個抉擇分呢 就有這一段 或負依子親近私語知有己事 以為方便而有成說 在這個抉擇分的地方 也有講到離間語這個內容 所以他就把這個抉擇分的 所說的這一段內容 拿來解釋或他方便 就是經過第三者 然後再說給對方聽 這個就是或他方便 那麼就跟這個頓倫法師的解釋 是不一樣 那麼下面呢 始終略異者 畏略顯示 離間異要 離間畏壞方便 離間以壞方便 離間染無心 其他方便應之 那麼這邊呢 就要簡略的 來表示呢 這當中的含義 那麼就是為了簡略的顯示出 離間的異要 還有呢 離間未壞方便 就是你要執行離間這件事情 但是呢 對方還沒有破壞 還有呢 離間以壞方便 就是已經破壞了 感情已經破裂了 還有呢 離間染無心 還有呢 他方便應之 就是這幾個 就是以上七句呢 這個離間化 總共有七句 那麼這七句呢 就簡略的包含在這五句當中 那麼看這個解釋 此中略議者 離間異要 配屬別句中 若為破壞句 這個離間異要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要搭配這七句來說呢 它是屬於別句當中的第一句 若為破壞 就是動機 動機就是異要 離間的動機 就是異要 就是要破壞嘛 那麼離間異壞方便 配屬文筆 與以字相比宣說句 這個離間異壞方便 就是當我們要破壞 這兩個人的感情 然後呢 他還沒有被破壞 可是呢 這個時候已經執行了 執行這件事了 這個叫方便 離間的方便 就是離間的手段 但是呢 離間的手段 在進行當中 對方的感情還沒有破壞 就是離間異壞方便 那麼搭配這個七句當中的 就是屬於這個第二句 文筆與以相比宣說 文筆與以相比宣說 所以他這邊呢 把它簡略 他說呢 文筆與以字相比宣說 就是這一句 因為這一句呢 比較長 內容比較長 其次呢 離間以壞方便呢 配屬破壞何何即隨應別離句 這個離間以壞方便 就是我們要離間這兩個人 那麼用這樣的手段 可是呢 這個時候他們的感情已經破裂了 就是離間以壞方便 那麼是指什麼呢 就是配屬在這個七句當中的第三跟第四 破壞何何還有呢 隨應別離這兩句 就是當我們在進行破壞的時候 破壞何何還有呢 他們破壞之後呢 你再進一步的去應順他們 彼此感情這個破裂的這件事 這個就是離間以壞方便 那麼其次呢 離間染污心呢 配屬喜壞何何即樂應別離句 就是離間的染污心 就是做這個離間這件事 然後呢 染污心生起了 就是當我們破壞對方的時候 生起了歡喜心 還有呢 我們進一步應順他們彼此之間的別離呢 有生起了快樂 這個就是離間當中的 染污心出現了 然後他方便 配屬說能離間語句應之 這個他方便呢 就是說這個第七句 第七句 說能離間語 就是真實的 就是真實的來執行這件事的時候 說能離間語 那麼這個時候已經 就是這個離間的業成立了 這個叫他方便 那麼以上呢 就是離間 離間語 那麼接著呢 出惡語 就是惡口 複次 出惡語者者 此事總句 總句呢 就是出惡語者 就是說惡口的人 因為這個地方還是針對人來講 針對人來講 所以出惡語者 那麼這句話呢 是總句 那麼接著呢 就是別句 此中施羅之所涉故 明語無擾動 這個施羅之所含涉的話 就叫做雨無擾動 這個別句呢 別句呢 當中 有好幾段 好幾段 那麼現在呢 我們先講第一種 這個地方是在講出惡語 出惡語 那麼首先呢 他就要先跟我們講 出惡語 相反的話 是什麼 出惡語 相反的話 出惡語就是惡口 和惡口 這樣的語言相違反的話 是什麼呢 那麼首先呢 他就跟我們講 此中施羅之所涉故 明語無擾動 和出惡語相反的話 那麼就有十二句 所以這是第一句 第一句呢 叫做雨無擾動 第一句呢 就是雨無擾動 這個呢 就是金當中的話 第一句 那麼什麼叫做雨無擾動呢 就是屬於施羅之這一部分 施羅之可以說呢 就是部分 屬於施羅這一部分 所含設的 就是這個範圍的話 屬於施羅這個範圍的話 就叫做雨無擾動 這樣的話呢 是沒有擾動的 那現在先看這個解釋呢 雨無擾動者 為無奮發調局 即造極調局故 這個話呢 並沒有擾動 並沒有擾動 這個擾就是動 那麼現在話沒有動亂 沒有擾動 是指什麼樣的話呢 他說呢 沒有奮發調局 還有一個就是造極的調局 這個調局呢 調局本身呢 就是心 內心的動亂 內心的動亂就叫做調局 那麼現在呢 並沒有 內心並沒有這樣的動亂 那麼包括什麼 包括奮發 這個在後面的十五卷 後面的十五卷 在一千三百四十五頁那個地方呢 會有解釋 什麼叫奮發調局 什麼叫造極調局 那麼這個奮發呢 這個奮發其實來講就是憤怒 憤怒 那麼這個憤怒呢 當我們碰見了一件不饒意的事情 不如意的事 那我們的內心又不能忍受的時候 就會憤怒 碰到不如意的事 然後呢 內心不能忍受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會奮發 就是發脾氣 會生氣 會憤怒 那麼這樣的憤怒呢 就使命我們的心調局 這個叫奮發調局 就是因為奮發本身就是動亂的 那麼調局呢也是動亂 就是經由奮發這件事 讓心動亂 這個叫奮發調局 那麼這個造極調局呢 什麼叫造極呢 當我們對於沒有道理的事情 那麼去思維它的時候 內心在分別 在思維這個非理的事物 那這個時候呢 就讓我們的心呢 一樣跟著動亂 這個叫造極 造極就是在不合理的事物當中 那麼呢 在這個地方分別 那麼這樣的分別呢 這樣的心呢 會讓我們動亂 這個叫造極 因為是非理的事物 非理的事物呢 它一定會讓我們的心很匆忙 心在這種非理的事物上 活動的時候呢 是動亂的相貌 是匆忙的相貌 那麼這個叫造極 就是因為這樣子 使令我們的心動亂 叫做造極調局 那麼現在呢 語無擾動 就是我們宣說出來的話 宣說出來的話呢 是安靜的 講出來的話呢 沒有動亂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話 是屬於絲羅 屬於絲羅的這個部分 屬於絲羅這個範圍 所以話才能夠沒有擾動 那麼簡單講呢 就是在這個時候呢 內心並沒有奮發 也沒有造極 在沒有奮發跟造極的狀態之下 所說的話就是語無擾動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做到這一點 就是絲羅 在絲羅的狀態之下 你才不會奮發 才不會造極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第二句呢 文句美華 故名月娥 這個第二句呢 就是月娥 什麼叫月娥呢 就是文句美華 這個文句呢 就是我們宣說出來的話 這個用字 這個叫文句 那麼這個文句呢 聽到之後呢 這個文句 使用的文句呢 有這個美華 那麼當然聽到的時候呢 就是月娥 那我看這個解釋 文句美華等者 言不避漏 視明為美 這個說出來的話呢 並不會這個避漏 這個叫做美 什麼叫避漏呢 就是粗俗 粗俗的話就是避漏 講出來的話粗俗 那麼現在呢 並不會這樣子 就是講出來的話 語言文字也好 用字淺詞也好 都是高尚的話 所以呢 叫做美 然後呢 言皆親意 視明為華 什麼叫做華呢 就是語言文字呢 就是說出來的話呢 是屬於親意的 親意的 這個比如說粗俗的話就重 粗俗的話就重 那麼高尚的話呢就是親 親 那麼這個華呢 華比如說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的表面是光華的話 光華的話就不出色 叫做華 不出色叫做華 那麼現在語言上也是一樣 講出來的話呢不出色就是華 也叫做親 那麼什麼叫做義呢 就是呢 對於他所要表達的道理呢 很容易去明白 這個叫義 所以親意 親意 或者說呢 就是流暢 宣說出來的話很流暢 這個叫華 就好比這個流水一樣 流水呢 這個水呢 很順的在流 流暢嘛 那如果中間呢 有阻塞的話呢 就不流暢了 所以說的話 讓人家聽不懂 不明白 就是有阻塞 那麼有阻塞呢 就是不流暢 所以呢 現在言皆親意 就是流暢 然後呢 道理很容易明白 這個叫華 所以文句美華 就是這樣子 高尚的話 然後有道理的話 流暢的話 就叫做美華 然後呢 眾要聽聞 故名悅耳 這樣的話 講出來之後 很多人都歡喜聽 所以呢 叫做悅耳 聽起來呢 耳朵會舒服 就是悅耳 那麼悅耳呢 就是第二句 就是和初二與相反的當中呢 有十二句 那麼現在是第二句 第三個呢 真上欲解所發起故 非假未故 非慘媚故 故名為秤心 這個第三句呢 就叫做秤心 那麼秤心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呢 真上欲解所發起故 這個真上呢 就是有力量 叫做真上 那麼 什麼是有力量呢 一個欲 一個解 這是兩者 欲跟解 欲是什麼呢 欲就是歡喜心 歡喜心 歡喜心 那麼解呢 解就是解了 一個歡喜 一個解了 那麼當我們的歡喜 當我們的解了 又是真上的 就是有力量 這個叫真上欲解 那什麼樣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有真上欲解呢 比如說我們對於這件事情 對於這件事情 有歡喜心 然後呢 有歡喜 有歡喜心之後 我們呢 就會想要去追求 所以呢 最初的那個歡喜心 就是欲 那麼當我們去追求 這件事物的時候呢 對他的一種解了 對他的一種深刻的認知 這個就是解 假如沒有欲的話 不會去對他有興趣 那麼沒有興趣呢 就是不會去解 所以欲解 是這樣的關係 有欲才有解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聖解 就是對於道理 你有歡喜 你有歡喜 有信心 然後呢 進一步的去理解他 達到一個聖解的地步 那麼這個也可以叫做欲解 所以強而有力的欲解 其實就是聖解 由我們的聖解心所發起來的 那為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對於這樣的法 有欲解 那表示呢 我們有經過長時期的學習 那麼經過長時期的學習之後呢 才會達到真上欲解 這樣的程度 那這個時候呢 表示說你對於這樣的法 的認知是很深刻的 那麼現在你要為別人宣說的話 一定是你本身有得到這樣的法 有對於這樣的法呢 有真上欲解 那麼你要宣說出來的時候 你才能夠很圓滿的來講說 如果自己一知半解的話呢 那麼這樣講出來的話呢 講出來的話 就不順 因為對於這樣的道理 你本身的認知呢 還不夠 所以呢 你講出來的道理 要讓人家能夠接受 一定要對於這樣的道理 有真上欲解 所以他這邊講 什麼叫稱心的話 就是呢 有真上欲解所發起來的話 因為你本身呢 是深刻的認識他 表示你對於這樣的道理 是通達的 那麼講出來的話 就是宣說這樣道理的話呢 你才能夠讓別人接受 這樣子呢 才能夠趁心 就別人聽到了 才能夠趁心 他才會歡喜 這是一種 其次呢 還有非假謂固 就是這樣的話呢 他並不是假謂的 假謂就是虛謂 虛謂就是不實 就是沒有意義的 假的話 不實的話 那麼呢 就是沒有道理的話 雖然你是有真上欲解 但是你在什麼地方 是有真上欲解呢 就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事物 你才能夠在這上面呢 對他有真上欲解 假如這件事物是沒有道理的 那就變成假謂了 所以說呢 你對於假謂的事物 雖然有真上欲解 但是呢 講出來的時候 也不能夠叫做趁心 因為那個話 是不合理的 因為有的人呢 對於不合理的事呢 他也有可能會有欲解 所以他這邊跟我們講 首先呢 是有真上欲解的話 然後呢 又要真實的 是合道理的 其次呢 非慘媚故 就是這件事呢 這個慘媚呢 就是歪曲 歪曲 不正直 就叫做慘媚 那麼現在非慘媚 就是正直的 正直的話 那麼這個呢 總結以上呢 就叫做趁心 所以什麼叫趁心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這個解釋 真上欲解 自名為趁心者 為依真上生道 要欲人可 而其言說 是名真上欲解之所發起 那麼他這個呢 就是這個作者的解釋 他說什麼叫做真上欲解之所發起呢 這件事它是依止在真上生道 這個真上生道 就是人天的善法 人天的善法 叫做真上生道 這個生呢 就是在三界當中 在三界流轉當中呢 所得到的果報 所得到的果報 就叫做生 在這個十二元起當中呢 愛取有生老死 這個生呢 生命體出現了 叫做生 那麼真上生呢 這個真上 就是好的 叫做真上 好的一個果報 就叫做真上生 所以以三界當中呢 什麼叫做真上生呢 就是人天 人天的這個去處 人天的果報 是屬於好的果報 所以叫做真上生 那麼道呢 什麼叫做道呢 就是得到真上生的方法 真上生是善的果報 所以呢 真上生道 就是栽培善因 栽培善業 所以依止在真上生道當中 那麼我們本身呢 有要欲人可 這個要欲人可呢 就是說我們對於這樣的道理 對於這樣的方法 我們呢有要欲 有歡喜心 然後呢也人可 人可是什麼 也認同 就是我們對於人天的善道 我們有歡喜 這個就是欲 然後呢有人可 這個就是結 一個欲一個結 我歡喜將來得到人天的生命 這個叫要欲 然後呢人可 我認同這件事 因為呢人天 比如說人天的這個真上生道 是一個安樂的果報 是一個安樂的果報 那麼我們學習的這個道理之後呢 對於這件事有認同 這個就是人可 所以我們一直在人天的這個善法上面 然後呢有要欲人可的心 然後呢之後又發起言說 什麼叫言說呢 就是你為別人宣揚這樣的理念 行善因得善果 這個叫做言說 為別人宣揚這樣的事情 鼓勵別人 你要追求人天的這個真上生道 然後呢你將來就可以生到這個地方 你要行善因 你要栽培善根 行善事這樣子 鼓勵別人這樣做 這個就是而起言說 那麼這個呢就是真上欲解之所發起 所以他這個寒清淨的解釋呢 真上欲解之所發起 就是這件事情是根據人天的這個善法 我們要發起這樣的語言 是依止在人天善法這個地方所發起的 那麼講的話也都是在講人天善法 然後呢 事地事實 民非假味 就是這件事它是真實的 地就是真實 它是真實不虛的 就叫做非假味 然後呢 無慘無狂 民非慘媚 就是你不用 不用說去迎合別人 沒有要去迎合別人的這樣的心 就是非慘媚 要迎合別人的話呢 有時候就是要慘跟狂 因為畢竟呢 比如說這個人 他他心所想要的 就是和我們本身的理念是不一樣的 那麼當我們要迎合他的話 要配合他的話 有可能就會把我們內心真實的理念會隱藏起來 那個這個時候就變成慘跟狂了 就是沒有正直的 如果有正直的話呢 就是不會為了要配合別人 去迎合別人的想法 而破壞自己的理念 所以這個叫做非慘媚 那麼眾要領受 顧名稱心 什麼叫做稱心呢 就是大眾都很歡喜去領受的事情 就叫做稱心 那麼這樣來說呢 就是增上欲解所發起故 你對於這件事物本身要有增上欲解 然後呢 非甲位 非慘媚 這樣的事物呢 它是真實的 真實的道理 然後呢 你不用說要去迎合別人 然後呢 讓自己有這樣的慘媚的事情 那麼這個叫做稱心 那麼這樣來說呢 什麼事有道理 那麼什麼事不需要去慘媚呢 就是呢 真上身道 就是人天的善法 叫人家行這個真上身道 那麼將來呢 可以得到人天快樂的果報 這樣的事情 最能夠讓大眾得到快樂 那麼這個呢 就叫做稱心 稱心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接著呢 不爭義故 應順時機 引義利故 名為可愛 這個第四句呢 就叫做可愛 那麼這個可愛呢 什麼意思呢 不爭義故 這個話講出來的時候 你沒有去增加它 就如這一件事物真實的道理呢 就是到此為止 道理怎麼說就這樣講 你也不需要去把它增加 增加就是增益 比如說呢 這個話講出來的時候 到了圓滿就是十分 那你呢 就是不用再多講一兩句 這個叫不爭義故 不爭義故 有時候話呢 如果呢 沒有如它真實性的去講 然後呢 又添加了很多事情 那個就不實在了 那個叫爭義 那麼現在呢 沒有這件事 就是不爭義 那麼印順時機呢 這個印順時機 就是印一個是 這個印呢 就是隨順的意思 印也有隨順的意義 印順其實是一樣的 那麼一個是時 一個是機 就是如該講的時間去講 其次呢 還要看聽聞 聽聞你宣說這樣的人 還要適應他們的根基 要適應這個時間 還要適應聽眾的根基 這個叫做印順時機 然後呢 引易立故 講的話 它能夠引發出毅力 就是呢 利益跟安樂 這樣的話呢 可以讓聽聞的人 得到利益跟安樂 那包括現在也好 將來也好 那麼這樣的話呢 就叫做可愛 那我們看這個解釋 不爭義故 自名為可愛者 如實而說 如實而說 明不爭議 如實而說 就是照道理來講 照道理來講 照道理來講 這樣的話 就叫做不爭議 比如說呢 道理 道理所詮釋的語言就是這麼多 那麼你講這樣的範圍的話 它是隨順道理的 這個叫如實 可是呢 你如果超越它的話 就不如實了 超越它 道理的話 超越它的範圍 那麼呢 那個話就變成多講的 多講的就叫做爭議 所以爭議就不如實 因為道理 道理呢 是義嘛 然後呢 語言文字 語言文字的話 是要解釋道理的 那道理呢 是受語言文字所解釋 所以你如道理來講這樣的話 就是不爭議 如果呢 講的話 不隨順道理 就超越了道理 那為什麼會超越 就是你多講的那幾句話 就不符合道理 那麼就等於說呢 多講的那些話 是增加的 這個叫爭議 所以現在他跟我們講 如實而說 你只要遵照道理的範圍來講話 就叫做不爭議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可愛 那麼應實而說 順重而說 如法而說 世民順應時機 即隱議立 應實而說 就是看時間 就是看這個時間呢 是恰當的 可以這樣講 那個叫應實 有時候呢 即使你講的話有道理 但是呢 時間不對 那講出來呢 就不應實了 所以應實而說 還是要觀察一下 這個時間點對不對 然後呢 順重而說 講的話有道理 但是呢 你要看聽聞的大眾 適不適當去聽這樣的道理 因為有的人的根基 或者他的地區的這樣的性格 你講這樣的話 雖然有意義 但是呢 對他沒有作用 就不順重 所以應實也對 順重也對 其實呢 還要如法而說 說的話呢 要符合法 就是如實 那麼這個叫做順應實機 這個順應實機呢 就是應實而說 順重而說 那麼呢 即隱議立 這個隱議立呢 一定是如法而說 因為如法的話 才能夠隱議立 如果是不如法的話呢 就不能隱議立 那麼順往善取 顧名可愛 所以他跟我們總結 就是 什麼叫做可愛呢 就是這樣的話 可以隨順聽聞的人 使令他走向善去 所以才叫做可愛 因為聽聞這樣的話 可以引毅力嘛 那麼什麼是毅力 就是將來往善去 所以這樣的話 就叫做可愛 前面那個秤心呢 就是聽到的人 會歡喜 想要聽 那叫做秤心 那麼現在呢 可愛 又更進一步 就是 可以使令我們 達到善去 那麼第五句呢 去涅槃公 顧名先手 這個 去涅槃公 顧名先手 第五句呢 第五句呢 就叫做先手 就是和初 這個初二語相反的話 那麼呢 有十二句 第五句呢 就叫做先手 那麼先手 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呢 順 取涅槃公 取涅槃公 就是呢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呢 可以讓我們 達到這個涅槃 這樣的地方 那麼涅槃這個地方呢 他用公 來形容涅槃公 涅槃呢 就好比這個 一座宮殿一樣 那麼呢 我們要往這 我們要往這座 涅槃的宮殿 所以 這個畫 這樣的話呢 為什麼叫先手 因為呢 他可以引導我們 走向涅槃 那麼看這個解釋 去涅槃公 故名先手者 為說法者 為令眾生 曰生死堪 故所說法 為以去涅槃公 為其以上手 令比眾生起聖意要 去涅槃故 這一個呢 就是說法的人 他為了使令眾生 超越一個這個 生死的嚎溝一樣 就好比呢 這一條嚎溝 一條很大的這個嚎溝呢 那麼這個是什麼 就是生死 為了讓我們超越他 所以呢 當他所說出來的話 所說出來的話 他唯獨呢 以這個去涅槃公 為他先手 這個先手 先就是上 以他為第一的目標 這個第一的目標就是上手 所以呢 說法的人 為了讓眾生超越生死 那麼當他說法的時候呢 他唯獨就是一個目的 就是為了要讓天文的人 他得到涅槃 得到涅槃 那麼呢 這個時候呢 令比眾生起聖意要去涅槃故 就是當他說法的時候呢 他一直讚嘆這個涅槃的利益 涅槃的殊勝 不然呢 眾生 因為眾生呢 長久以來 處在這個生死的境界 所以他不知道涅槃這件事 也不知道涅槃的殊勝 那麼現在呢 說出涅槃的利益之後 讓眾生呢 對於這樣涅槃 生起了聖的意要 就是想要得涅槃 有這樣的心想要得涅槃 你比如說呢 我想要去天上 我要去刀利天 那麼這也是意要 我要修禪定 去色界天 去無色界天 這也是意要 但是呢 我想要去涅槃公 這樣來講也是意要 不過呢 因為我們的這個目的不一樣 以這個目的來說呢 涅槃最殊勝 所以你有想得涅槃的心呢 就叫做聖意要 那麼有這樣的聖意要 乃至呢 將來去涅槃故 或者說呢 聖意要 為什麼它叫聖意要 因為你要去的地方 是叫做涅槃 你要去的地方呢 叫做涅槃 所以才叫做聖意要 或者說呢 有這個殊勝的意要 乃至將來呢 能夠往涅槃公這個地方去 所以說法的人 他呢 唯獨以這樣的事 唯獨以這件事呢 為目的 什麼事呢 就是讓眾生超越生死 取向涅槃 那麼當他以這樣的目的 所說的法 所說的話 就叫做先手 就叫做先手 所以 比如說前面 什麼叫可愛 往善舉的話 就叫做可愛 鼓勵 鼓勵我們去人天 那麼這樣的話呢 叫做蹭心 也叫做可愛 那麼如果講這樣的話 是鼓勵我們去涅槃公的話 就叫做先手 所以這個是第五句 就是佛呢 在經當中呢 有先為我們開示 出鱷語的相反 他一開始呢 先不為我們解釋 什麼叫出鱷語 先為我們用相反的立場來說 那麼相反的就是非出鱷語 那麼什麼不算出鱷語呢 語無擾動 悅耳 那麼趁心可愛 先手 這些呢 都不算出鱷語 所以他一定先跟我們強調 什麼算是好的話 那麼後面呢 才為我們解釋什麼叫出鱷語 那麼這個好的話呢 和出鱷語相反的話呢 就是有十二句 那麼今天呢 就是先上到這個第五句這個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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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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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